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7赛季的最后对决 榜单最强实力将在铁龙之中为您呈现 最酷的舞台 最硬的拳头 最强的斗志 武林龙中队 金腰带之夜 龙中开战 现场已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了武林龙中队年终总决赛 我们的金腰带之夜 让我们一起为金腰带恍惚吧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WLF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 武林龙中队 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 8号演播厅为您呈现 今晚将为您带来的是 2017赛季武林龙中队的年度总决赛 也是我们的金腰带之夜 经过2017一年的榜单争夺 我们的每一位的选手 在一场一场的比赛当中 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还有喜爱 同时也凭借他们自己的拼搏和努力 以及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 在这个龙王当中 证明了他们的实力 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他们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营量级的定级赛 首先要出场的蓝方选手 来自于菲律宾 他也是菲律宾散打戏的选手 也是一位战力格斗的高手 我们掌声有请 贝尼尔 来自菲律宾散打戏的选手 来自菲律宾散打戏的选手 换个人的选手 然后发生的选手 来自菲律宾散打戏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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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身体上来看的话 是一个细长的高个子的选手 185公分的避展 一会儿会在比赛当中 给他带来巨大的优势 接下来要出场的红方选手 来自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 宜族 他有一个绰号 叫做疑人之子 来自四川大梁山 在他的每场比赛当中 我们都能够看得出 他竭尽全力 永不服输的一面 同时看他的块头 你会知道 他的力量 到底是有多么的强悍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来自中国的疑人之子 布火 You're God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你很想生姆 哈 请不吝点赞 可 犯 张 你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掌声送给来自菲律宾的贝内尔 红方选手今年25岁 身高1米61 臂展1米66 体重57公斤 来自辽宁安山全会 目前的积分是500分 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疑人之子 布火 You're gone 武林龙中队 龙中开战 有点不容易 只不兴人 者 继续 继续我觉得有些不食用的 ��침准怪 电话 上海球 有些不美 我的头支 那么看看 丁�林龙中队的感觉 比较生气 如果她把他帮了,你们对其他人的,对手不见,我的贴姿势,我会最不开的。 证据,证据,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 各位蓝宝, 我们话还没有说完啊。 一上来就是把队友举起来之后一个被摔啊 应该是我刚才看到就我们这个角度啊 是重重的摔到了 用自己的体重和对手的体重 没错 压到了地面上 这就是暴摔的力量 没错 我刚才刚想说 部活有干 其实真的是一小钢炮型的选手啊 绝对力量非常的足 结果一上来就展现出了他绝对力量的这一面 我感觉这应该创造了 武林龙中队有史以来最快的这个KO的记录吧 没错 那让我们要恭喜一下 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不活有干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至第一局 10秒06 红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红方胜 有请颁奖嘉宾 真好请知大中华区CEO 钟明先生为获胜方颁奖 感谢颁奖嘉宾 也恭喜获胜选手 为了这场比赛 我提前做了一些很足的准备的 你们花了 都做哪些准备了 我大多数我加强我的战力和体能方面 我上午训练 下午就带学生 晚上训练就是安排我的朋友 给我那个做拔拿拔 之后差不多练完的时候 也差不多练到那个11 2点左右 那时候我才吃吃饭 只不像这种 因为我没有系统的教练来指导我 所以我大多数都只有自己去多花时间 但是很感谢我那些朋友 真的一直在后面默默支持我 吃得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我相信我的努力 我的努力相信会天道酬勤的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 2017赛季武林龙中队的 锄亮级金腰带争夺战 首先让我们有请金腰带闪亮登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最强王者 才可以拥有他 我们本场金腰带的争夺战 将会在目前在锄亮级榜单上 排在第一位的鹅咏 以及排在第三位的王景佳之间展开 同时按照我们武林龙中队的规则 那本场的金腰带争夺战 将会是五局五分钟的比赛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在这场金腰带争夺战当中的蓝方选手 他从来没有过任何专业运动队的训练背景 而且为了自己的梦想 甚至放弃了自己家族的生意 那么在今天晚上 这场金腰带的争夺战当中 他究竟能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有请蓝方选手王景佳 王景佳擅长地面进攻 以往的比赛总在第一回合降服对手 而他在武林龙中队最近的一次比赛 却洗肌被老套对手相抚 当时我的轴滑界已经讨论了 十字路的发力位置 第一回合快要结束了 所以我们两个坚持在那 我不能打后脑 裁判组正在紧张地讨论最终比赛的结果 最终比赛结果是蓝方胜 输掉的比赛非常遗憾 他对我来说这已经都是过去失了 尽管由龙龙部队 重量提起药带决胜之夜 王景佳的对手 拥有近86%的胜率 就让我们在龙中争高下吧 龙卧山岗无归种 若无敌手也有何用 现在是我的时间 未经许每一个根滑界 感谢观看 接下来要出场的红方选手 永自当头 他是一个慢热型的选手 但是欲强则强 那么在接下来这场最强的 金腰带争夺战当中 他的对手能否激发出 他更强的能量 我们也拭目以待 接下来有请 来自中国藏族的猛河闯王 我说你很想就是这个 我说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 他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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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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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